哎这个行 这个还省事了 这个行 空啊 这是不是打假铁锅的锤子吗 对啊就就就这玩意啊 咱打锅师傅锤子 都是咱们袁师傅做的 专用的锤子 但是呢 这种做假锅的 试个锤子就能打 知道吗 而且他们一般都是在这种平锤头上 看个钢球 那种钢球的那种壶面 去各这个 所谓的这种 手工铁锅的这种锤印 今天呢 我拿一口这个咱 废了的锅 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 肯定不可能拿一口好的来给你演示 你看这个 我刚才打了一锤子 这就一个印 其实我也不会打 但是呢 这个咱真锅不会打呢 这个假锅呢 我多少还能给你来两锤子 我要你知道这东西怎么做回来就行了 好吧 来 你看 现在打了几锤子这个印像 那个甲锅的印吗 不是特别像 打一遍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嗯 很简单这个 你要你来试一下 来 我来试一下 感受一下这甲锅是怎么做的 好 这个圆锤头 打在铁锅上 一锤一个 咱的锤子都是种平的 你一锤下去不可能出现特别生的印 对 但是呢 能够起到一个提高铁板密度的一个作用 但是这种锤它纯粹就是为了造假 一会儿你再找个师傅 用咱的锤子给你看看 咱真正的手工锤锅是怎么打的 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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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